4月12日,喜听影视发布声明,称旗下艺人张天爱客串亲评乐,从无拉彩咽压任何人。 某业内人士借网络用户挑逗矛盾恶意重伤,严重伤害了张天爱的名誉,要求对方立即删除道歉。 张天爱工作室转发表示,对于把网络当作法外之地,严重影响张天爱女士、名誉及社会公众形象的行为,绝不顾惜。 据悉,11日晚,网报疑似江苏颖经纪人朋友圈发文Diz张天爱团队,指对方发文暗讽江苏颖古装造型不如张天爱。 江苏颖经纪人晒出了许多通稿截图,这些通稿内容都是夸张天爱演技好半笑美,却同时贬低江苏颖。 看来,江苏颖经纪人认为这些通稿是张天爱的团队发的,对此非常不满。 对于江苏颖经纪人这种指名道姓的开思,许多网友直言太耿直了。 不过也有不少理性的网友认为,这种通稿不一定是张天爱团队发的,可能只是为了蹭热度而已,呼吁大家冷静吃瓜。